来做比较的 肉汤不输日本A5和牛 怎么会有人来比较 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日本和牛它油脂比较多 价格也比较高昂 那台湾牛它相对比较平价 然后它的口感会比较脆 台湾牛肉比较平价 又是可以吃到现场新鲜的 知名网红算是引用 其他网友的说法 但是却引发了不少人嘲讽 认为不同食材是要怎么比 知名网红立刻在自己的脸书上 大力澄清 认为他被误解了 他从来没有说过 牛肉汤不好吃 一碗120跟一口300元怎么比 台湾的牛是汆烫可以吃 因为它油少 一汆下去的时候油跑掉 肉存在 和牛的肉什么 油多肉少 你的温度不够 我跟你讲 油比肉多 台南的牛肉汤是国民美食 这次因为知名网红的评论 又引发了热烈讨论 大多人认为 台湾牛和和牛 口感和适合烹煮的方式都不同 实在不需要放在一起比较 三连训练王少宇和正风